好,我们来接下去看这个下一题 Noel来看第一题,这个是作业的部分 空气呢,主要集中在距离地面多少左右的高度呢 1000km,2000km,3000km还是1000km A应该是在1000km 1000km OK,很好 第二题,湯后者 纯秀同学呢,和家人呢,一起爬山 爬到越高,他就觉得气温会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 空气呢,是越来越稀薄还是越来越稠密 应该是气温越来越低,会越来越冷 越来越冷就是温度越来越低 然后呢,会越来越稀薄 稀薄你怎样,你怎样感受到啊 其实空气稀薄的话呢,你会觉得呼吸好像比较困难一些 当然你讲,老师我去云顶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云顶的这个高度可能还不够高 如果你去到一些可能是3000米 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最高的山是Kotakina Baru山大概是4000m 如果有2000m这样子的话呢,你会觉得那个空气呢,就会开始很稀薄了 我个人觉得那个云顶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我记得我以前呢,有去过那个台湾那里的不懂什么山 那个时候很小 上到去的时候啊,走路而已哦 走路而已哦,走了几步路啊,感觉上好像跑了一圈这样子 一面走,一面呼吸好像很喘很喘 所以这个,这种情形呢,是要去到很高的山哦 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OK,第三题 凌晨右 第三题 如果没有大气,我们的地球上下列的现象依然会存在的是哪一个 这个是右上右下 地球上下列现象呢,依然会存在 没有大气 没有大气依然会存在的地震 因为地震呢,是这个地面的一个板块运动啊 这个是我们地理学到的 那大气有什么功能呢 首先,我们知道说大气层呢 我们的空气,我们的声音要传播一定要有介质 很多时候呢,就是靠这个空气的振动 所以如果没有空气的话呢,就没有声音 像在月球上呢,就听不到声音的 OK 有些学生讲,老师我怎样知道,我没有上过去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 我们感受不到,因为我们没有上过月球 我们也没有试过,没有大气层是怎样 所以变成了这些东西啊 都是必须要,我们从我们所学到的东西 自己去推测出来 好像还有什么,没有摩擦力会怎样 所以这些就是,你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个情形的 这个是要需要一些想象力 下雨,我们的天气呢,是因为这个大气层里面的一些水蒸气啊等等的 就是对流程这边才会有那个天气 这样包括了下雨,包括了彩虹 彩虹其实也是由这个小水蒸气啊 小水蒸气啊,太阳光照射在小水蒸气的时候 小水蒸气进行了两次的折射,一次的全反射 然后呢,你才可以看到这个彩虹 所以这个彩虹呢,也是要有大气层啊 才可以达到的效果 OK,再看第四题,张用心 张用心也好像还没有做啊 你做的是去年做的成绩来的 所以你最好再做多一遍 OK 好,张用心第四题 我们对大气 分层啊,主要依据是垂直方向上空气的什么变化 最主要的依据 我们是看什么的 我们有那个graph的,对吗 右上右下右上右下那个 好,我们主要根据那个嘛 张用心 张用心 没有回答 啊,小子冰第四题 嗯,小子冰,嗯,C,有反应了 啊,温度 哎,啊,对流程这一边啊 温度上,呃,高度上升温度下降 平流程,高度上升,温度上升 中间层,高度上升,温度又下降 啊,然后呢,在上一层呢 就是又上升,就是下上下上这样子的 啊,对吧 所以这个最主要的依据啦 当然它其实其他的啊 像什么密度啊,像成分啊 好像也是有 啊,好像也是有 啊,但是最主要的话呢 是靠着,呃,靠这个温度 OK,第五题 呃,第五题 到陈宣伪 大气的质量呢 质量及几乎全部的水蒸气呢 主要集中在哪里 大气的质量还有大部分的水蒸气 或者是几乎全部的水蒸气 都会集中在哪里呢 天气多变的那一层 陈宣伪 给了提示啦 陈宣伪 OK,A对流程这边 YES 啊,也 也 就是 这为什么啊 我们的这个对流程 才会有天气 因为水蒸气全部在这里啊 上面全部都没有水 怎样来下雨呢 所以上面呢 都不会有什么雨啊 云啊那些啊 雷怎样来 雷是因为云跟云的摩擦造成的 所以没有云就不会有雷 没有云就不会有雨 所以水蒸气全部都留在我们的这个对流程 所以上面呢 全部是不会有天气的变化了 对啊 就在这个意思了 第六题 第六题到哲西 时哲西 天气变化主要发生在啊 也是一样的题目了 这些都很直接的啊 A 这个我不解释了 对流程啊 才会有天气 刚才有讲的 第七题 凯玉 无线电通信啊 还有这个激光发生在哪一层啊 这个也是 它的啊 最主要的那个特征来的 对 所以我之前都叫你记了 每一层的特征 无线电通信 的无线电的反射 其他的含碳的话 他就会产生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量太多 就会有温室效应 也就是空气污染的一种 OK 所以只要有含碳的话呢 就会有造成的 空气污染了 水蒸气的话呢 就是 好像就我们的云啊 下雨啊 都会有这个水气啊 都在这个对流程这边 所以感觉上产生水蒸气 好像就没有什么影响 对吧 所以这个水蒸 氢气呢 是我们讲说 是零污染的一个燃料 就从科学 科学家的角度来看 氢气是零污染的燃料 第九题 翻误役 我不知道你的华文名啊 你可以 在这边有哦 等下我再找回出来 翻误役 没有 你也没有写到华文名 anyway 第九题 翻误役 记录一下 第九题 下列现象的产生 与空气污染有关 那是哪一个 空气污染 有关 东西 是的 我们有提 几个 对吧 我们有提到说 酸雨 有提到 温室效应 有提到 这个臭氧层破冻 这几个都是因为 空气污染造成的 OK 很好 东西 其他的噪音 噪音 噪音是污染的一种 但是他不是因为空气污染造成的 他是纯粹是 呃 声音的产生 太大声就会有噪音哦 然后雪跟雾 雾 跟烟霾不一样哈 雾是水蒸气 我们才叫他雾 白色的 白色的 小水 呃 就是 呃 我们才叫雾啦 它其实是小水滴来的 然后雪 也是一般上就是 很冷的水咯 哎固态的水咯 对不对 哦 就这两个都不算污染了 啊 只有C跟D 但是C的话呢 是声音哦 好 第十题 第十题 林雨轩 下列哪项 摄氏呢 最容易受到 酸雨的腐蚀 啊 这个有点 啊 难度 答案是 东西 啊 很好 我有特别有哈 就是课本上没有没有教这个 这个其实是算是 呃 出山的一个一个知识点来的 啊 酸会跟什么反应 酸会跟一些活泼的金属反应 但是铜的话就不会 铜的话是比较不活泼的金属 啊 不会 然后呢 他呃 酸呢 会跟大理石反应啊 这个我特别提到 给所以大理石会被这个呃会被这个酸雨腐蚀的 OK 很好 OK 这个是我们作业的选择题的部分